我再請教董老師 這個我看我們這個正元法師的 他的這個書 其實都勸人向善 那怎麼會是歪理邪說 第一個 因為這個中共 他本來就是無神論者 所以說他本來就禁止宗教 然後中共 無神論也是勸人向善而已 不不不 無神論 就是不准有宗教 不准有神的存在 所以馬克思的地位是比所有的 這個這個所有的宗教的 包括你是菩薩或是上帝 馬克思地位是高於他們的 他們認為宗教是騙人的東西 是麻醉人的心靈的東西 第二個也是中共 從中共的角度來說 他對中國的傳統宗教 或是西方宗教都一樣 他有高度戒備的 你翻開中國歷史 旱亂 大概都跟宗教都有 那為什麼我們臺灣不怕宗教 他們那麼怕宗教 越是極權的國家 越擔心這種東西 就是說你會有新的信仰的東西 你不信我共產黨 所以中共禁宗教 本來就是正常的事情 那過去因為八年馬英九政府執政的時候 看起來兩岸好像和解 所以說我們臺灣的宗教界 有一個幻想 中國大陸人那麼多 好像對宗教也慢慢開放 每一個都想要到中國去傳教 所以你看到說為什麼所謂的國共論壇 會有大和尚也要參加 心裡想的就是去那裡 那中共對臺灣所有的宗教 不管你是什麼教 那大和尚有無息心嗎 沒有 他全部是禁止的 只有一個就是這個 這個正言法師 就是慈濟功德會 他是被中共認可 但請注意 只認可你在中國做慈善工作 從來沒有人 傳教 然後過去這五年 他們對宗教打壓越來越嚴 所以說也會盯住 就是說對自己本土的 中國本土的各類的宗教 打壓很嚴 在猜那個佛寺 猜那個佛像 那當然你這個境外的宗教 臺灣的宗教 你當然跑不掉 那可別再請教你 因為中國就是摧毀佛教的 這個那個象征 還有這個基督教 那為什麼臺灣的宗教界 好像沒有人抗議 最糟糕的 其實是梵蒂岡 是教宗 因為在這個 這個中國大陸的天主教跟基督教受迫害的不計其數 結果這個教宗竟然還要跟他們宗教眼中的撒旦來建交 所以說在其實據我所知 在梵蒂岡裡面 也有很多的這種反對 現在怎麼樣可以就中國共產黨知道嗎 有一個方法 習近平下台 習近平下台 中國共產黨發大財 世界和平馬上來 我是真的 OK 好